到友谊关了 然后准备去越南那边的 过关也不知道要多长时间 我预测大概一个小时左右到越南那边 看能不能办完手续 然后这友谊关两边都是大山 都是在两个大山中间的 所以它这个大概有快2000年 2000年左右的历史的一个关口了 现在进来越南这边了 用了大概是一个半小时左右的时间吧 我现在坐在这个边境的一棵树下面 这个路边上 然后先查一下 想一下看去哪里 现在是5月26号的北京时间 5月26号的北京时间4点 我这手机应该是还没调到越南时间 越南有一个小时的时差 然后这边的话 因为我现在是已经有这个 不知道能不能看到 它已经这个local 这应该是这边的一个信号了 就是因为我来之前已经在网上买了越南的手机卡 然后这跟我第一次来越南 就很不一样了 因为我第一次来越南的时候 我是从柬埔寨坐船下来的 坐船到胡志明 然后我刚刚坐船过境之后 然后到那个边境的一个小城镇 哎呀手机就没网了 因为没买那边的手机卡 然后那个入就是刚下船的那个地方 又不在那个城镇里 到城镇还有几公里距离 然后我的地图又不能用 哎呦那个 那个真是有点尴尬呀 然后也那也不会说越南语 就很麻烦 然后就我还记得当时可能就是 在边境坐了个摩托车 坐到镇里 然后又赶紧去找卖电话卡的地方 语言又不通 也不知道怎么买电话卡 哎呀反正就很匆忙 但是电话卡又很重要 因为如果没有电话卡 你就没有网 你就什么都不能查 就很麻烦 所以这次我都是提前办好了手机卡 但是呢我这次也是基本上没有查什么攻略 然后我来这边之前我都不知道 就是要下一个城镇有多远 要怎么过去 然后交通方式是什么 我现在还不知道交通方式是什么呢 不过我猜应该有一些摩托 或者说一些堤市吧 然后我就打算到这边的话 再慢慢查再慢慢决定 就是想想就是因为我以前在云南 就是做不是云南的 在广西做的那个开盲盒的那个旅行 所以这次在越南 我也想就是这样攻略比较少一点 然后像开盲盒一样的 然后一站一站的走下去 然后看看其实这种 因为我觉得这样的体验比较好 如果你总是查攻略查的太详细 什么东西当然那样就是比较方便了 但是呢也会少了一些一些那种新鲜感吧 那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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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特的感觉 那种新鲜的感觉 比如说我现在就就我到这边之后 我打开谷歌地图 我才我才发现就是说 离这边好像四五公里地方就应该有火车站 这个是我来之前我知道越南有火车 但是我不知道它到底哪里有火车站 但是呢离这比较近的应该是个镇 所以我还在想是去这个镇 还是去大概二十公里左右 有一个叫亮山的地方 那个应该是一个县或者说一个小城市 一个县城或者一个小城市 然后这个离得近的应该叫铜灯镇 但是我刚才路上碰到几个人 聊了一下天 应该铜灯的火车也是通的 所以我还在考虑去铜灯还是去那个亮山那边 反正就是这样慢慢探索吧 因为现在也还是下午还没天黑 也不着急 而且我以前也去过其他国家旅游 所以这次的话就不想做太多的攻略了 想这样慢慢慢慢的探索 你们这边的人都喜欢用这个Yellow是吧 对对 哦 你不知道在哪扫我吗 我看我看 这是你 那个就是 哦 哎这是你的 你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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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第一 在首页呢应该就能掃吧 在最开始呢 哎没有最开始那里吗 没有最开始 这个 哪个是你的Yellow啊 哎为什么不行 哈哈 那加微信吧 加微信吧 掃不上啊 太黑了 太黑了 我看 来 好可以了 可以了啊 可以了 行 那到时候有需要我给你打电话 好吧 哎你知道这个我给你发位置 你可以找我的 你知道吗 可以啊 你看啊 你知道这个吧 我如果发一个位置到时候如果我需要 你看我发个位置给你你可以找到我 可以可以可以 对吧 对吧 好那我先转一下 如果有需要我再给我再给你发微信 好吧 可以啊 行 三十千是吧 三十千 三十千 这是多少啊 先给你二十 我再找 我再找一下 这边一下 好的 给我那个吗 啊 给我那个吗 哎你这是四十啊 你不是再给我十块吗 可以啊 可以啊 好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行 我到时候如果去晾山可能给你发信息 给你发微信啊 给你打电话 我先去看看你结婚的 好 谢谢啊 这是离这个海关这边最近的一个镇了 叫 应该叫同登镇 这里有火车站 但是听当的人说这边人不坐火车 还不知道那火车站是只有货运还是也有客运 先看看这个结婚的吧 我刚才送给了这里的新郎新娘一对中国节 然后用翻译软件祝他们新婚快乐 不过我刚用翻译软件拿出来 马上就有一个人用中文跟我说你好 然后他是在大学学中文的 这边是边境地区 可能遇到会说中文的人还是比较比较比较多的吧 可能 然后这边是他们婚礼的 可能现在在吃饭 然后他们说是现在开始要到晚上九点 但是因为那个人中文也不是特别好 所以我也不知道他们后面还有什么活动 然后因为只有那一个人会说中文 然后他是这个新娘的闺蜜 所以他就有事忙去了 那我就到前面镇上去看看 你为什么要住在这里 你今天为什么不过去 今天为什么不去中国那边 今天不想退 今天你的签证没办好啊 你让他带着你到酒店呢 是吗 我刚才听那边 我刚才听办婚礼的那边 他们说这个方向过去那边有酒店的 你没去看吗 有啊 那你为什么不住在那里 不想去啊 哈哈哈 我一会可能要上梁山那边去 我觉得这里应该不方便住吧 哪里就方便了 哈哈哈 你这个中文太好了 我这越南语越是有你这么好我就方便了 是吧 哈哈哈 那你们走吧 我到前面去转转 好 拜拜 拜拜 在那个这边有一个打车软件的 越南这边 就是grab 但是我刚才用软件搜车 根本搜不到车 可能这里太偏僻了 这是一个 不知道是个村还是个小镇 但是看这前面好像有这个 有这个 这个叫什么 出自车 这有几个出自车 所以我觉得应该还挺方便的吧 我应该不会住在这个镇上吧 因为酒店也太少了 应该也不太方便 可能还是要住到那个梁山的上面去 刚才送我下来那个司机 他也会中文 他说那个梁山那边应该是这边的一个省 但是这个越南这个地方的省 应该差不多相当于我们那边的一个市吧 这个小镇应该不太大 就走路可能也就两公里左右吧 我就走路转一转 转一转这个 越近边境之后第一个越南小镇 这个地方叫铜灯 这边的这个楼房 那前面的楼房 他听说 应该 应该这也是法式建筑吧 因为这个在 越南啊 老窝啊 然后都是有很多这样的法式建筑 以前去那个 去老窝的时候 那个法式建筑都是那种小别墅 特别漂亮 我觉得像这样的应该也差不多就是法式建筑吧 哈哈 还是真是有这个写着中文字的这个这个旅店 不过我觉得这边旅店比较少 而且那个网上的订旅店的软件好像也不能看评价那些 就觉得可能还是去梁山那边更好 然后这边好像有一些饭店这条街 应该这是这条这个镇的一个中心区了 然后看一下一会儿吃点饭 这是卖什么的呀 这个好像还没开始 别的都不认识 只认识这个佛 佛就是越南粉 看这里有没有越南粉 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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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中国人吗 对中国人 有的 汤粉的 好 那吃一个汤粉吧 多少钱呢 你吃什么粉呢 我吃什么粉呢 牛肉烤鸭香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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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肉的吧 牛肉的多少钱 4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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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万是人民币 好吧 做一个吧 好的 行 行行行 你怎么中文这么好 我家口网就零了 这个这个 这是好多人都中文很好吗 一般的 你在哪里学的中文呢 我以前在中国了 在中国工作啊 上大学 在中国上大学 我聚了一年而已 在哪里上大学 浙江大学 浙江大学 哎呀 浙江大学在中国是很好的大学啊 是的 这个如果 如果我能考上浙江大学 那就高兴死了 哈哈哈 你到浙江大学就是学中文吗 我就学中文 除了一年就回来 哦 那那那申请去浙江大学难不难啊 哦 这点难 哈哈哈 你们申请去中文 浙江大学也很难啊 嗯 学习吗 对 学中文 嗯 有点难 有点难是吧 因为他们 教的 都是华文啊 所以用英文来 来教嘛 用英文教中文是吧 哦 那你英文也很好 英文我不读 哈哈哈 那他用英文教中文 那你英文肯定很好吧 是吧 手机翻译了 哈哈哈 你太谦虚了 你太谦虚了 哈哈哈 那我们中国人去浙江大学 是很难很难很难的 这家大学在中国是 最好的几个学校 因为我们 我只是去学中文嘛 哦 不用考试什么的 哦 那你一年 你一年多少钱呢 几乎得了 哈哈哈 几年前去学的呀 啊 啊 2016年吧 2016年 啊 哎 你就学一年的中文 能学这么好呢 哈哈哈 回来还说更中文 因为我我来之前我在中国就是学了半个月的越南语 哎呀 现在就就一 一两句都都说不出 还在学发音 因为你们那个声音特别复杂 是啊 声音有几个声调嘛 所以啊 你们有六个声调 我觉得太难了 所以 发音啊 啊 有点难度的 我学了半个月还在学发音呢 那一句话都不会说 有点难的 就说个心超 还不知道说的好不好 心超还是心超 是不是 心超 你们说心超 是不是 心超 但我这么有的时候我听到 不是那个心 心超 心超 对吧 心超对不对 心超 然后那个谢谢是感恩 对吗 对 我就学这么两句 学了半个月 因为学那个 你们那些生母育母那些发音 特别难 是吧 那你学中文你觉得很容易吗 难哦 但是我怎么觉得你学一年 怎么能学的这么好呢 我觉得太难了吧 你像我们在国内学英语都学十好几年 都和大家交流都还挺难的 跟中国还有跟中国人交流的 所以 你在中国的时候还工作了吗 我家有一关这里 口岸这里 你在口岸工作呀 你在口岸工作呀 你在有一关口岸工作呀 哦 那你经常见中国人啊 对 你去中国学中文之前 在这边有没有学中文呢 嗯 在这边没有学过 啊 学过了但是 一阵子都说不了 哦 那就是你去中国之前 你还 你的中文差不多 差不多也和我现在一样 和我现在的越南语一样 我一个都说不了了 哦 我现在就能说个新找 说个感恩 然后 那你去中国之前 就跟我现在的越南语一样 但你一年之后 你就可以这么好了 对 那就讲中文嘛 就讲说话 跟中国人聊天 哦 哦 而且我觉得你这个说话没有口音的嘛 你这个 发音也很标准 是吧 对 哦 你太厉害了 你 发音 说得很好 很标准 有三个有五个 还是有 有十个二十个 我也 我也 你比如说你周围 周围其他店的人也都会说中文吗 嗯 因为我是随便走 我走到你家 然后你就会说中文 哈哈 因为我随便走 随便找一家饭店 我进来你就会说中文 所以我我以为这一条街都会说中文的 那你像对面这些店 他们都不会说中文对吧 哦 那也是缘分的 我刚好走到你这儿 你就会说中文 哈哈 我是河北的 河北的我有周围的 你你也知道河北在哪吗 河北 你对中国还还比较了解是吧 那 就当几个搭的地方 哦 哎河北河北好像不是特别出名的地方 哈哈哈哈 哈哈 听过 哦 听过了 哦 哈哈 挺有意思的挺有意思的 你你你你没有在中国那边工作呀 我没有 我来就在友谊关工作 你是在中国的友谊关工作 还是在越南这边 越南的友谊关工作啊 你先去 哦 行 这就是佛了啊 哈哈 这个是笋 笋 笋 这个是笋啊 对 笋辣椒 这是柠檬啊 柠檬 你们这边特别喜欢吃柠檬是吧 对 哦 哎你们平时在家里会吃这个粉吗 姐姐呢 你们在家里吃越南粉啊 是的 哦 哦 哎你们这边特别喜欢吃这种生的菜啊 这个饭在那个粉里面吃 哦 你们特别喜欢吃这种生的菜啊 嗯 有点像沙拉是吧 对 越南这边还 除了这个佛还有什么好吃的呀 哈哈哈哈 因为我在中国只听说过佛这一个 那你在越南 你觉得越南还有什么好吃的呀 嗯 还有一个但是这个是没有早餐 早餐没有其他的 哦 那有 早餐没有 早餐有越南特色的东西啊 对 这里这里的 哦 就就铜灯的啊 还有 看着这里的饭 味道里跟你们是不一样的 哦 那个这个铜灯是个镇是吗 这里是个镇 那那那上面那个梁山是个什么呀 梁山是个什么呀 哦 梁山是属于梁山省 哦 这里也属于梁山省 哦 这里也属于梁山省 哦 好玩好玩 那你经常去中国吧 你去过中国多少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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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常去平乡 哦 经常去平乡 哎你们去平乡不需要护照吧 不需要签证是吧 通乡 什么东西 哦 只要有通乡证 去平乡都很方便啊 对对对 前面就是铜灯那个火车站可以坐吗 可以坐人吗 没有了 现在没有很久了 就是不能 都不久了 是是 是不想走还是不可以走了 现在因为不可以走 就只能走货车不能走人 对对 你就走 就是有各界的搬着的嘛 哦 那那个梁叫什么梁山那里呢 梁山那里火车站通吗 梁山有没有 梁山有没有火车 就是人可以去河内的 以前有的 现在没有 现在他们就没有开了 什么原因不开了 疫情之后嘛 疫情之后就就没人坐就不开了 因为也没有人走的 哦 没有 没有人走 没有人坐的 所以就火车就停运了 是吧 对对对对 现在还没恢复吗 我也不知道 我们这里 因为火车在这里 走得太慢了 我也不行了 那火车安不安全呢 有 我觉得应该安全的 安全就是太慢是吧 对对对 因为我刚遇到好几个人 他们都说 他们都说没坐过那个火车 我也没有坐过 你就是同灯人的 你没有坐过那个火车是吧 你一次都没有坐过 对 但以前是可以坐火车的对吧 那都已经 没有太过了 以前可以坐火车 但是你没坐过 对对 哦 那个很慢吗 那个到河内要多长时间的 很慢的 我有估计待我了 好几个小时 好几个小时啊 好几个小时啊 好几个小时不算慢吧 坐大巴车到河内多长时间的 三四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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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们在路上还有交接客的 在路上还会接其他客人 那三四个小时也不太远啊 因为他们在路上没有接客的 然后就要过了 在路上还会接其他客人 对 哦 那三四个小时也不太远啊 怎么不会很远 但是呢 一百七十公里 你只有四个小时 是不是算慢的 哦 从这里到河内只要一百七十公里 对 但是要走四个小时的大巴车 对 哦 那就有点慢 但是火车还要更慢是吧 对 火车这一百多公里能走出六七个小时吗 应该也有的 哦 那这边火车为什么这么慢呢 没有你们的火车 你在中国做过那个高铁吗 中国了 九九三百三了 哈哈哈哈 这里 那这里如果这样算的话 可能才三十三是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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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去河内吗 我不想直接去河内 我想在沿途这些大的地方我都要单一下 因为我是旅游嘛 我不是直接去河内 我要一个城市一个城市一个城市过去 啊 就是反正路上路过哪个城市就去哪个城市 哦 那就是这里横洞 然后梁山 啊 梁山市 然后去河内 河内还有其他地方的 从梁山到河内中间还有没有大的地方啊 北明北乡啊 北明北乡 北明北乡 北明北乡是什么地方啊 北乡 我回你 啊 啊 直接直接写中文就能查是吧 北宁 北宁省 啊 北宁在这 靠近 啊 啊 在那个 啊 北宁就离 就离河 啊 北宁离河内就很近的嘛 很近的 哦 那就是 从这里到梁山 梁山到北宁 北宁到河内是吧 对对对对 那这个北江这些地方呢 嗯 北江你在前 北江在这我看到了 对对对对 这个北江是吧 对对对对 那这是什么呀 峰湾 这是什么地方啊 峰湾 这个地方我也不懂 哦 你也不知道这个地方 这个不懂 沿途比较大的城市就是这个 这个北江北宁对吧 北宁北江河内 然后其他就在 其他就是在后面了 那我可能先去梁山 然后再去北江 再去北宁 再去河内 哈哈哈哈 这些地方都有大巴车吗 都有的 就是我 如果你想去那个 去那个梁山市 你坐那里面包车 这里有面包车 哦 我看到那个出租车 刚才我看到出租车 这边出租车 这边出租车 跟中国一样是打表的嘛 直接上去嘛 直接上去 直接上去呢 我不知道多少钱呢 新闻嘛 大概有的 大概多少钱 十万一百千嘛 三十块钱 一百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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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万 一百千 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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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越南粉给好多这样的生菜 好像一大盘沙拉似的 刚才挤着柠檬 酸酸的 第一次过来吗 我以前从柬埔寨坐船到胡志明去过 哦 哦 然后 不过那次我 我时间很短 只有三天时间 我就感觉坐了两天大巴车 然后玩了一天 就那种感觉 我知道边境上的人肯定好多会说中文 但是没想到这么多 我现在去的几个地方 我打摩迪的时候 先是那个摩迪司机不会中文 但他旁边的一个想坐车的越南人会中文 然后后面我又遇到另外一个摩迪大姐 她会中文 然后我在去那个婚礼 然后婚礼上又碰到一个会中文的 然后我又去吃粉 吃粉又碰到一个会说中文的 哎呀呀 我现在去的几个地方都会说中文 哦太神奇了 不过我刚刚那个大哥说 他说这边也不是很多人会中文 这可能是比较巧合 我去的这几个地方都会中文 这边路边有这种卖的像票一样的东西 不知道是不是彩票 看起来像彩票 可能是这边的福利彩票吧 这个小镇觉得看起来不错 然后刚才路边也有那个银行啊那些 然后这种店面看起来也不错 包牛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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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w much 彩票 你会说中文吗 彩票 多少钱 包牛丁多少钱 十块 十块 哎呦你们中文都好好啊 十块 十块是那个五块 五块是五千吗 五块是我们那边的五块啊 那是这边的多少钱呢 十块 这边的就是一万嘛是吧 十千是吧 嗯 好那我买一个彩票 十千是多少钱 哦三块是吧 五块 你看 这个吗 这个吗 对啊 好我买个彩票 我在中国都没买过彩票 哈哈 哎 这个怎么弄 你们这边的人中文都好好啊 怎么弄啊这个 今天晚上你们上网站吗 啊 现在可以可以可以开吗 今天 六点半 六点半呢 六点半你的家可以了 六点半在网站上看的 哈哈 XSMB这个是吗 哦我拍一下 然后在这个网站查这个呀 嗯 哦 看到这个数字和这个 和哪个数字 这个 这个 这个029382 哦 好 哈哈 好 谢谢 谢谢 你们这边好多卖彩票的啊 哈哈 很好玩 买了一个彩票 但是我觉得我应该不会开奖吧 我还以为是瓜哥乐 原来还不是瓜哥乐 我以为瓜哥乐马上刮了就能 就能看的 有点 都可以 给你们看的 也不做了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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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